多重部分就是ABCD 做完的结果大概就是 打出来就是这一串 里面有总共就是 如果四个逻辑判断 那当然会需要有三个 三个IF 不过当然你在Excel里面也不需要这么费事 因为这边如果你要从头打到我要正确也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在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利用那个IF函数 所以在逻辑里面 在逻辑里面 IF条件呢 你可以逻辑 这个平均成绩呢 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 大于等于80 那我就怎么样呢 这个条件为Tru 那我就先给一个A 剩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BCD 所以呢 还要再切 那还要再切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 如果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记得可以从前面的下拉清单 找到IF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你把游标 放在这里面 所以第二次的话呢 就是再选一下成绩 大于等于什么 70的话 那就是B 所以再切一刀了 所以这边的话B 缓支的话就是C跟D 可是问题是C跟D 还是再需要一个IF 所以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这边 再一个插入一个IF 然后呢 你就逻辑判断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C 剩下来的话呢 那就是D了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 如果你懂得善用 Esser提供的视窗 其实它做逻辑还蛮方便的 你就不用说怕打错啦 因为我发现最常犯的错 可能就是那个刮弧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你按确定就不OK了 好那这样的话向下填满 其他的部分呢 也就一次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了各位参考 多重逻辑判断的话 你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来完成 可以IF里面再加IF 可以做很多重的这种逻辑判断 那不过我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Esser里面它的好处就是 直接可以用那个 这个上面会有个小的视窗 小的这个讯息的那个 讯息的这个方块让你填 可是如果你将来是用其他的软件 像Excel有一些相容的 像OpenOffice里面有免费的 其实它就没跳这个 还有有的时候我在 习惯在云端上 Google 视窗表里面也可以做 不过它也不会跳视窗 变成你要重逻辑打到尾 当然也OK啦 如果留邏輯清楚的话 还是可以 只是说这次会非常的容易出错 OK 第一个是有关多重逻辑判断 你可以在IF里面再多增加IF 那关键的地方记得就是说 你可以在FORCE的这个地方 再利用前面的这个插入那个什么IF 再继续加 总共会有 总共加到最后完成的话 那就是会有三个IF 好 这个是有关多重逻辑判断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请会切到那个综合练习二好了 这个是 做一个那个 连极跟交极 那这一题比较特殊 它是在连极里面 and 还会有偶尔 不是 and 是交极 连极的话呢 就是偶尔 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逻辑出现的时候 那就算True 那 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今天日期我们可以用插入函数 用日期的部分 日期以及时间里面的那个the day 用the day去抓到今天日期 按确定 这个不用引述 然后年龄的话呢 如果我要算它的精确年龄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利用那个 如果你只要抓年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义尔对义尔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日期之时间函数里面的义尔 义尔这个函数呢 主要是抓某个日期年的部分 因为一个日期里面有三个部分 年、月、日 那假如说呢 我今天呢 是要抓今天日期里面的年 那因为 这边显示的是那个 民国年的格式 所以抓过来 当然在esale里面的那一部运作 它实际上是7月年 所以2017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知道 按确定 想要知道呢 它的年龄是多少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那把这个义尔 瓜糊F2 把它复制一下 减掉什么呢 减掉再贴上好了 那把F2 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它的生日 那它就会是什么 2017 减掉1927 打购一下 90岁 OK 义尔减义尔 不过这个算法 特别注意 会可能一个问题说 如果它的生日还没到的话 可是它不会管 比如像4月27 现在228 它已经过了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4月 4月28的话 那理论上它其实还没满90岁 但是呢 以义尔 减义尔的方式的话 它不会去管说你到底有没有满 反正呢 它就是把年 抓出来 互相减一下 OK 那当然如果说你将来 会需要一个比较精确的日期的话 精确喔 所谓的精确是说 它会再去帮你算 那个月跟日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要用另外的函数 Dedif 所以等于 也许换一个 义尔 减义尔 这个如果 不够精确的话 如果你的逻辑 需要的是什么 它要年满 而且要生日要过 才算多一岁的话 这个地方呢 请你用那个 Dedif 函数 不过Dedif比较特殊 它在日期时间里面没有出现 你要自己打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相容于 以前的那个所谓的Lotus 2123的那个版本 然后有专利问题 不能加进来 等于 不过要自己打 自己打OK Dedif Dif 前刮弧 再来的话呢 前面的日期 后点跟今天比 比什么呢 比Y 那你就比年 所以特别说 Dedif 它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前面的日期 一个是后面日期 第三个是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年的话 你给它一个Y就可以了 打勾一下 这样的话会算出 它 你会发现89岁 如果你把它改成 改回来228 它如果是2月28 你会发现 它就变90岁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把它点两下 年龄就算出来了 不过这个可能要锁一下 因为我刚刚这个位置 F2 是生日 所以按F4 其实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因为等下会向下填满 或者是你在F2的2的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 打勾 向下填满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年龄都算完了 那这一题逻辑判断呢 是它能不能领老人津贴 老人津贴包含就是说 它要年满70岁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要住在台北市 霍兴北市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是 这两个年龄跟户籍 这两个都要同时为处 所以这边的话用and 那台北市或新北市 这边要偶 OK 也就是说这一题的逻辑判断 需要什么 需要先用and 然后and里面要偶 所以会稍微比较复杂一些 但工作里面其实也常常遇到 有and 又偶 可是它相对的比较复杂 但你如果做对的话一次就OK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完成 请各位也许先try看 这个地方 刚刚主要重点 一是用todate 二的话是用dative函数 去帮我把它的年龄算出来 再来就是它的老人今天 里面会有and and是年龄and户籍地 这两个都要是我要的条件 那偶而是它的户籍地是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可是叙述讲完了 但是你逻辑要写得出来 所以这个逻辑如果观念清楚的话 将来无论是你用e-sale函数 或甚至未来你在撰写VBA的话 其实逻辑清楚的话 你慢慢做起事来 真的会效率提高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做一次就完成了 OK 那老人今天呢 假如我希望反而回来就是是否 如果符合条件就是是 反之就否 里面可能会需要用if 再配合and跟o 那怎么样做比较简单 提供给各位一些 我的习惯 我的习惯是第一个 一样插入函数 if 那再来的话 我逻辑他会问你说逻辑 逻辑的话因为有两个 一个年龄一个户籍 所以呢 如果有两个的话 那理论上 我会在这个logitech里面 这边要做两个是只能放一个怎么办 那我就会先把那个连籍或交籍打上去 比如说这边会有个交籍 两个都要为true的时候 那就end 那我习惯直接打end 因为end比较好打 直接打个钱瓜糊 如果什么呢 这个条件它如果大于等于70的话 好 后点 第二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怎么样呢 就是户籍地 它要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那或吗 那或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自己打 或 所以打个偶 钱瓜糊 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等于什么呢 台北市 所以这边你可能要自己打一下台北市 然后再来什么 豆田 新北市 所以把这个干脆复制一下 15 等于 这个 新北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新北 所以把这个复制 贴过去之后的话 改第一个字就可以 改个新 新 然后呢 后面 记得哦 因为呢 我刚刚有一个偶儿 所以先把偶儿的瓜糊先把它加上去 然后呢 加完那个偶儿的瓜糊之后的话 记得再加end的瓜糊 因为这个地方会 后面记得要补两个瓜糊 少一个都会发生错误 一个 这个是偶儿的瓜糊 再一个 这个是end的瓜糊 之前可能同学就会少刮一个 少刮一个 你一开的话 他就马上出错了 无效的 OK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你后面少一个瓜糊 OK 那这个逻辑就是end 是年龄跟户籍力 是都要从十为处 户籍的话有两个 所以用 哦 但未来如果户籍力不止两个 可能三个你在豆点 四个在豆点 反正呢 看你有几个你就豆点几次 只要其中一个 是在条件之内的话 那他就会为tru 那如果为tru的话呢 那就是是 反之就否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 反之就是否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做完逻辑 直接按个确定 如果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了 这个公式 就会有个if 然后end 豆点 偶尔里 就是end里面 又有个偶尔 他叫后瓜糊 是后缝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确定一下有没有要锁定的 基本上 这边都不用锁 所以向下填满 OK 那很快的呢 就可以把那个 我们需要做的这个 我们需要做的这个 是否 秦领那个老人金贴的部分 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 主要就是 在交集里面 还要再做连集的部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 在 那个 这个地方 但还有很多种解法 有的人可能 如果不用偶尔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招 因为 新北市 台北市 有没有 他后面有两个字 是北市 当然 第二个写法是 如果你不用偶尔的话 你可以用right right 儲存歌里面 如果 后面两个字 所以用right 然后那个儲存歌是15 等于北市的话 那也是对 所以不用偶尔的话 如果你刚好两个 就是后面尾巴都是北市的话 那你可以不用偶尔 你用right 也可以 这题为啥也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说 我们主要是了解 那个连集跟交集的差异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我看那个 安养中心的这个练习题 所以 逻辑函数大概就是这两题 那后面的话 我们 待会请各位 再开启那个 日期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数学 日期时间的函数 待会我们再来抓日期函数 比较重要的这个函数使用 那其中我觉得最重要 当然用的最多 而且普遍性的就是那个dative 那这dative还蛮特别的 在插入函数里面没有 可是就是一定会用到 所以这一样便要自己打 OK 然后dative里面还有eday函数 是帮你累加那个月份的 那最后我们也许可以 再复习一下就是那个 中和练习题里面 如何快速的帮我产生一个什么年历 这个年历的话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 要产生2018年的这个年历的话 那有什么方法 我希望向下向右一次性的全部都帮我产生 那产生完之后的话呢 礼拜六礼拜天用不同颜色帮我替化 礼拜六一个颜色 礼拜天一个颜色 那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你可以用weekday函数呢 去抓到它的那个 出生格里面的值 它要return一个 这个出生格里面 到底是礼拜起的相关讯息 所以请各位就是说 如果刚刚的那个 就是逻辑函数没问题的话 那再来稍微就开启那个 就是